处女膜是阴道处小而薄的膜组织 关于处女膜,你可能早有所耳闻 但是你对它真的了解吗? 接下来从科学的角度,打破世俗的枷锁 带你重新正确认识处女膜 你可能以为处女膜就是一层膜 其实并不是,处女膜是人为编造的名字 它的学名是阴道瓣,是位于阴道口外的一层褶皱组织 此性胎儿在子宫发育期间,处女膜是完全覆盖阴道的 出生后,处女膜逐渐演变成带有开口的环形组织 随着年龄的增长,处女膜的形态会发生变化 最常见的是半月形,自带小洞 这样阴道分泌物和月经就能顺利流出来 宽度也足够塞入卫生棉条 在女性青春期,处女膜还具有阻拦细菌入侵阴道的作用 如同树叶一般,处女膜形状因人而异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形态的处女膜 除了半月形,还有五孔形,微孔形,筛状等 甚至极少数人生来就没有处女膜 孔的形态差异,会影响阴道分泌物及月经的排出方式 当一个人发生性行为时,处女膜会拉伸并破裂 一些人可能会出血或伴随疼痛 然而,处女膜有薄厚,弹性也有差别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出血 除了性生活,有很多情况会导致处女膜破裂 例如骑自行车,骑马,体操等剧烈运动 也容易造成处女膜的破裂 一些妇科检查,使用卫生棉条等操作 也会拉扯并撕裂处女膜 因此,根据处女膜是否完整来检验女子的真结 显然是不科学的 并且,处女膜是有弹性的 每个人的体验不同,结果也有所差异 消除偏见,正确认识处女膜 再次回到